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一个直径8厘米的圆圈 注意圆圈的最边缘要距离平底1厘米左右 我们再将这个圆圈割掉 割掉后我们在圆圈的边上画一条这样的线 然后将这一部分也切割掉 割到这里为止 割掉后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在圆圈的边上画一个这样的标记 然后在它的对面画一个直径5厘米的圆圈 但注意这两个圆圈的中心位置要对称哦 现在我们再将这两个地方也切割掉 好了 全部切割好后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它的神奇妙用吧 我们把它的底部和侧面打上热绒胶 粘在你喜欢的位置 粘好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放吹风机了 吹风机的插头可以卡在这里 这个手柄呢可有可无 你不喜欢可以将它也割掉 留着它我们可以用来挂毛巾 很实用吧 怎么样 这个洗衣液瓶子变飞为宝的小妙招很不错吧 赶快把这个妙招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如果你想看更多实用 有趣的小妙招就请关注妙招姐吧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